穿运剑怎么练习 往往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已经瞄准了 但是实际操作中还是会射片 比如我们需要打掉这个吹风机 而女王的当前目标是法术工厂 在开始前已经瞄准了 女王的落地位置也估算完成 可还是会有偏差 这源于周围的建筑在不断干扰我们的视线 那我们设备上有截图模式 截完图后可以用尺子去测量 但在切换回游戏的过程中 需要花费几秒钟的时间 只能记住大致的位置 还是会出现误差 所以很多时候最笨的办法 往往是最有效果的 首先需要把游戏画面放大 但需要显示出女王的预部署位置和目标位置 然后在你周围找一个带有直线的东西 比如一张纸 连接女王锁定目标和需要处理目标的中心点 在这条直线的延长处 用另一只手指放置屏幕前 把纸移开手指点下 然后快速点击技能就能完成任务 用这个方法可以让串运剑打掉更多的关键建筑 比如防空火箭和吹风机 这个就是生理学上的瞬间记忆能力 每个人至少有一秒钟左右的瞬间记忆功能 用于辅助的指离开屏幕的那一刻 大家有足够的记忆时间 那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下个版本中 龙类流派全面加强 而更慢骑士减少了600生命值 也渐渐提高了龙流的出场率 一字滑的龙类流派中 女王装备上的选择 天使木偶和穿运剑是热门的搭配 可以让女王上来就开技能后单独溜边 蛮王则可以清理另一侧的建筑 工程机器可以用飞艇爆本 可以用大气球和大部队平推 也可以用投石射断边打伤害 所以穿运剑在对局的开始 清理掉龙流比较怕的防空火箭 和吹风机尤为关键 当然如果你现在有高等级的穿运剑 可以在新版本后去试一下 如果没有 千万不要着急去升级 因为润土将在新版本后 有两个全新的普通技能 也不妨把矿石囤一下 容我先去当小白鼠 给大家测试一下